这时候,一个高大的身影宛如盾牌般横在了朱竹青面前 没有任何花哨,那带着白色毛发的护掌迎面拍出 轰然巨响之中,那高大的身影一阵晃动,却怎么也不肯后退一步 正是邪谋白虎,戴木白 朱竹青的幽冥斩虽然没能完全破开鬼虎的攻击 但也争取了时间,发现不妙的戴木白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正好挡在朱竹青面前,用自己强横的魂力替他挡住了剩余的攻击 不顾嘴角流淌的血丝,戴木白立刻展现出了他那霸道的一面 迎着鬼虎扑来的身体就冲了上去 魂力凝聚之中,白虎护身杖发动 硬生生的撞在了鬼虎扑来的身体上 白虎撞黑虎,闷哼与吏笑几乎同时响起 戴木白的身体一个亮相,已经倒退而回 但那鬼虎的身体也被他撞得倒飞而出 修长的身影悄然出现在鬼虎背后 那双修长笔直的大腿悄然缠绕上了他的脖子 腰弓发动 小五的身体在空中完成了一个优美的后空翻动作 在他的强劲的腰力作用下 鬼虎长达三米开外的身体被直接甩了出去 在重重的砸在地面上 发出一声强烈的轰鸣 一瞬间,鬼虎就已经陷入了眩晕状态 红光暴闪 马洪骏那胖胖的身体早已经等在了鬼虎砸落的落点处 就在小五长腿松开弹起后的刹那 他的右拳也已经准确的轰击在地面上 扭曲的空气将他与那鬼虎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 辽亮的凤鸣再次出现于落日森林 伴随着那巨大火鸟的腾空 鬼虎庞大的身体已经再也发不出半生悲鸣 从朱竹青用幽冥斩暂时阻挡鬼虎分影攻击 到戴墓白强横的正面抵挡并撞开他 小五从空中的柔记连接以及马洪骏最后的后手限制凤凰笑天机 这所有的一切接连的如同行云流水一般顺畅 轰 鬼虎满是火光的身体重重的砸在地面上 他想要爬起来却怎么也无法做到 炙热的凤凰火焰正在不断的侵蚀着他的身体 先后承受了戴墓白的白虎流星鱼与马洪骏的凤凰笑天机 虽然这只鬼虎比粉红娘娘强横不知道多少 可他也终究受到了致命的重创 朱卿动手 唐三冷静的声音及时响起 朱卿卿绕过戴墓白 幻化为一串残影 就在那鬼虎断气的刹那 凭借着自己的幽冥突刺 完成了最后一击 他的右掌从鬼虎左眼处 深深的刺入了这只浑瘦的大脑 终结了他的性命 马洪骏张口一息 收回了鬼虎身上 以及沾染在朱竹青手臂上的凤凰火焰 给这次完美击杀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在这个时候 大师有些急气的声音突然响起 小三 快收起你的幽香几罗仙品 此时是来个奇怪才注意到 他们这边收拾了鬼虎 另一边 赵无极 弗兰德和柳二龙 却都已经动起手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场中已经出现了七头 形态各异的魂兽 正在围攻弗兰德三人 如果不是三人实力强横 哪怕只是漏过一只 史莱克奇怪这边就绝不好受 原来 就在鬼虎出现 吸引了史莱克奇怪攻击的同时 先后又来了七只魂兽 对付一只五千年左右的魂兽 唐三七人还勉强能够应付 如果再来一只 他们恐怕就要出现伤亡了 弗兰德 柳二龙和赵无极三人 立刻赢得上去 帮他们挡住了后来魂兽的攻击 怎奈 这后来的魂兽数量越来越多 而且一个比一个强横 再这样下去 恐怕他们也将抵挡不住 因此 大师才让唐三赶快把这些魂兽的目标收起来 唐三匆匆一瞥 对场中形势已经有了一定的判断 毫不犹豫的向戴木白导 木白 你带着鬼虎的尸体和猪猪青先进毒阵 让他吸收魂环 其他人跟我来 但木白愣了一下 但也只是略微迟疑而已 他对唐三自然是信任的 不过心中也在暗暗苦笑 猪猪青的脾气本来就不太好 这在吸收一个虎类的五魂 岂不是更要变成母老虎了 不过 他的五魂也属于猫科 这鬼虎又以速度渐长 似乎也正合适 随着戴木白和猪竹青 先后撤入毒阵之中 唐三接过奥斯卡递来的各种香肠 每个人先吃下一根恢复香肠后 立刻朝着弗兰德三人那边凑了过去 实力啊 这才是实力啊 眼看着弗兰德三人动手 史莱克奇怪不禁暗暗赞叹 弗兰德 刘二龙和赵无极三人 都是七十级以上的魂圣级强者 此时三人并没有任何配合 而是各自为战 却顶住了那七只魂兽的攻击 不使其越雷池一步 之所以不配合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配合 而是不能 三个人的魂迹威力都太大 一旦相互配合 反而会产生影响 无法发挥出足够的实力 在这种时候 宁荣荣就显现出了 她那家传的九宝琉璃塔作用来 在鬼虎被击溃的时候 她就已经停止了 对唐三等人的辅助 此时 九宝琉璃塔上的三个光环 再一次闪亮 化为三道流光 同时注入弗兰德三人体内 七宝琉璃塔的辅助 对越强大的魂尸 效果就越好 这一点是莱克奇怪 都知道 因为她的辅助是百分比是提升 基础越大 提升的效果也就会越强 可是真的应用到实战之中 那扭转乾坤的恐怖效果 还是令唐三等人大吃一惊 弗兰德三人身上 光芒同时暴涨 之前不断向他们发动冲击 已经令他们有些 首尾难顾的企图浑兽 几乎同时被逼退 可惜 宁荣荣的辅助 也只维持了短短几次呼吸的时间 这 还是她第一次 辅助魂力远高于自己的魂尸 与辅助史莱克奇怪的感觉 截然不同 只是短短的几秒钟 她就感觉到自己的魂力 仿佛被抽空了一般 全身说不出的难受 腿入独阵 弗兰德大喝一声 他如此决断 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眼看着从森林中 又已经奔出十余头狠兽 目标都是这边 幽香起落先品的香气浓郁 经久不散 此时虽然已经被唐三收回百宝囊之中 但气味还在 后来的那些魂兽 有不少竟然都在万年修威以上 这就不是弗兰德他们三个人就能挡得住的了 史莱克奇怪与大师飞快地退入独孤伯部队的独阵之中 弗兰德三人虽然又失去了宁荣荣的辅助 但他们是何等实力 打不过跑总还是可以的 或许是因为这里的独阵威慑已久 正如唐三料想的那样 近二十头魂兽在追到独阵外围的时候 立刻停下了脚步 只能发出一些远程攻击 可惜距离有限 被弗兰德几人挡了几下 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已经都撤到了独阵内部 不是他们所能攻击的了 小萨尔 你那鲜品药草的效果也实在太好了 弗兰德心有余悸地看着外面数量还在增多的魂兽 谁说落日森林里没有强大的魂兽存在 外面已经聚集的几十头魂兽中 至少有六七头的实力都超过了万年 甚至还有一头魂兽的修为接近了三万年 剩余的魂兽也大都在三千年以上 哪怕是容易冲动一些的柳二龙也明白 这么多高级魂兽绝对不是他们所能匹敌的 只能暂避其丰锐 大师的目光转向一旁正在吸收魂环的朱竹青 欣喜的道 总算没有白费力气 那只鬼虎相当不错 不论是技能还是属性都与朱青很配 唐三一直在观察着外面的魂兽 由于幽香起罗鲜品的气味还没有散去 此时外面的魂兽们依旧在独阵外徘徊 一边吸收着空气中的味道 一边虎视眈眈的看着这边 至少在香气散去之前 他们显然是不会离开的 唐三撩起右臂上的袖子 飞快的将上面的飞天神爪卸了下来 递给一旁的弗兰德 弗兰德疑惑的道 干什么 唐三道 院长 外面这么多魂兽 有几只正好适合我们 他们不敢进独阵之中 我们就需要把他们抓进来猎杀 引玲和赵老师 二农老师的实力 把他们抓进来 应该毫无问题 弗兰德惊讶地道 小三 你开什么玩笑 你没看到 外面那么多魂兽吗 只要我们一出去 毫无疑问 就会受到他们的群体攻击 就算是我们 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外面魂兽的数量 实在太多了 瞬间产生的攻击爆发力 就算是封号斗罗 也要头疼 唐三微微一笑 胸有成竹地 指了指手上的飞天神找到 所以 我才将这个给您 有了它 你们根本不需要出去 木白小 把你们的飞天神找 给赵老师和二农老师先用一下 听唐三这么一说 弗兰德大为吃惊 好啊 原来你小子 还有后手 虽然他现在还没明白 唐三要他们怎么做 但从唐三的表情 他也能看出 唐三要做的事 肯定有不小的把握 从提出设置毒阵开始 他显然已经在心中 完成了计划 一环扣一环 心思缜密之处 甚至超越了大多数成人 难道说 浩天斗罗的基因 就这么好吗 唐三在弗兰德三人的好奇中 帮他们把飞天神找 戴在右手手腕之上 然后详细向他们 讲述了飞天神找的使用方法 在好奇大增之下 三人现在独阵内部 试用了几次 对飞天神找的精妙之处 不禁大为赞叹 尤其是材质和制作的精细 更是令三人爱不释手 弗兰德此时也不着急着 去对付外面的魂兽 眼中闪过一丝狡猾的光芒 用他那带着点大舌头的特殊声音 向唐三问道 我说小三啊 我们打个商量怎么样 唐三何等聪明 脸上立刻流露出一丝微笑 没问题啊 除了这飞天神找以外 其他都好说 哦 弗兰德顿时被他这一句话 给噎了回去 一旁的柳二龙 鄙视的看了弗兰德一眼 亏你还为人师长 竟然想要孩子们的东西 小三 你看这样好不好 二龙老是和你换 待会儿 你看上外面雷头魂兽 你就告诉我 我帮你搞定 然后你也给我做个飞天神找 由于柳二龙的身形 毕竟和男孩子们不一样 他的观察也比弗兰德要仔细 他发现 每一个飞天神找的大小 都是略有区别的 顿时明白 这东西可是唐三 量身定做而来 弗兰德顿时不干了 没等唐三开口 他已经忍不住到 你能抓 难道我就不能吗 小三 我也预定一个 怎么说 我也是你老师的大哥 这点面子 总要给吧 看看弗兰德 再看看柳二龙 唐三心中一致好笑 其实啊 也难怪弗兰德和柳二龙 对飞天神找如此感兴趣 这东西的实用性极强 而且在关键时刻 绝对能起到救命的作用 材质有机好 坚韧十足 戴在手臂上 一点也不觉得累赘 就像一个贴臂护腕而已 那点重量 对于他们来说 根本不成问题 无奈 唐三指得道 好吧 不过 制作的东西需要很多时间 等这次高级魂石学院大赛结束之后 我再给各位老师 每人制作一个 弗兰德哈哈一笑道 好 那老师就不客气了 二龙 无急 我们动手吧 小三 外面这些 你随便挑 选中哪个 我们帮你搞定 大师在旁边 看着弗兰德那小人得知的样子 不禁无奈地摇摇头 却也没说什么 唐三道 还是先帮荣荣抓一只吧 我不急 还要观察一下 弗兰德点了点头道 也好 大师 你看 给荣荣这弟子魂环 选择什么比较好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 弗兰德 当然直接问他的意见就可以了 但其他人 却还是大师专业的意见 最合适 大师的目光 从外面那些虎视眈眈的魂兽身上扫过 抬手指向其中一只 融融前三个技能 分别是增加速度 力量和魂力的 那么 这第四个魂迹 就以增加防御为主吧 那只四千年左右的林甲兽 较为合适 众人朝着大师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那是一只 形如鳄鱼的魔兽 体积并不是特别大 身长在五米左右 头生四目 粗壮的四肢宛如水桶一般 最大的特点 就是全身覆盖着一层黑色的板甲 每一块板甲都有巴掌大小 看上去极为坚韧 大师沉声道 林甲兽的主要能力 就是贴身肉搏 力量极大 凭借着惊人的防御力 几乎可以无视 绝大多数 同修为层次的魂兽技能攻击 你们三人 还是一起动手吧 温妥些 大师的话 自然令人信服 弗兰德三人的目光 同时锁定在那只林甲兽身上 脚下一动 瞬间将距离拉近到三十米以内 手上的飞天神爪同时喷射而出 钢爪在空中张开 几乎只是一瞬 就准确的抓在了那只千年林甲兽身上 弗兰德三人只觉得手腕上轻微一阵 就完成了动作 飞天神爪的质感极佳 仿佛就像手臂的延伸一般 但是 作为飞天神爪的制造者 唐三的瞳孔 却快速的收缩了一下 因为 三只飞天神爪 落在那只林甲兽身上 竟然没能抓住 对方身上的板甲之中 尽管各自扣住了一块板甲 却无法伸入半分 要知道 以这飞天神爪的积阔力量和本身的锋锐程度 哪怕是金石 也可轻易刺破 由此可见 这只千年林甲兽的防御 有多么变态了 难怪 它混迹在万年魂兽之中 谁也无法对它产生兴趣 没等林甲兽挣扎 弗兰德三人同时吐气开生 魂力瞬间凝聚 释放 尽管那林甲兽的力量大得惊人 可抓在他身上的飞天神爪 后面的掌控者 是三位七十级魂力以上的魂圣级强者 瞬间爆发的力量 又岂是他一只千年魂兽所能抵挡的 五米长的身体被直接甩上空中 翻滚着朝众人的方向落了下来 大师的声音恰好在此时响起 他的要害在口腔内 只有从那里能够伤到他身体内部 身体其他部位的板甲厚度加起来 有他整个身体的一半 防御比起一些万年魂兽还要变态 还好 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攻击技能 大师的提醒显然是恰到好处的 眼看着林甲兽从天而降 柳二龙猛的窜了起来 作为黄金铁三角中的杀戮之角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劲打的对手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出他血腥的一面 赵无极和弗兰德同时收回了林甲兽身上的飞天神爪 弗兰德大声喊道 二龙 这里这么多孩子呢 你别搞得太血腥 知道了 柳二龙嘴上答应着 他的一只手却已经抓在了千年林甲兽的尾巴上 随着重力 他竟然将林甲兽长达五米 重量绝对超过千斤的身体 在空中抡了起来 哄 所有人的眼皮不自觉的同时跳动了一下 大地剧烈的震荡中 独阵外围的魂兽们似乎也停止了片刻 而那只防御力极其惊人的林甲兽 整个身体竟然已经被柳二龙霸道的力量 完全砸在了地面的泥土之中 只有一尖尾巴露在外面 握在柳二龙的手中 史莱克奇怪 从柳二龙脸上看到了一丝微笑 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 这应该是恶魔的微笑 林甲兽的防御力虽高 但庞大的身体被如此重衰 就算没有受伤 也一定是七荤八素 再加上进入毒阵的刹那 呼吸中已经吸入了毒孤膊 在毒阵内布下的毒药 身体机能也正在快速的降低着 此时在柳二龙手中 竟然像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 普通野兽一般 柳二龙根本就没准备 给他挣扎的时间 炽热的红光从全身绽放 面带着微笑向众人道 我带着这个小家伙到旁边玩一会儿 你们先干别的 荣荣 蒙上你的眼睛 跟老师来 宁荣荣呆呆地看着柳二龙 脚下却一步都没有挪动 脸上明显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柳二龙脸色一寒 怎么 你不相信老师有制服这只林甲兽的能力吗 那也行 你不用蒙眼睛了 老师给你当面上堂课也可以 我 我 正在宁荣荣惊慌得不知所措的时候 眼前突然一黑 从他身后探过一根布条 蒙住了他的双眼 就在他更加惊恐的时候 奥斯卡那充满柔软磁性的声音 却已经在他耳边响起 蓉蓉 别怕 二龙老师也是好意 我陪你一起去就是了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二龙老师 我可以和他一起过去吗 刘二龙看了一眼奥斯卡 点了点头道 那就一起来吧 不过 你是男人 就不用蒙眼睛了 多见识一些也是好的 一边说着 他手中已经苏醒过来 开始挣扎的林甲兽 被他又一次抡了起来 凭借着强悍的力量 硬扯着林甲兽 钻入了独阵范围内 旁边的一片树林之中 奥斯卡牵着宁荣荣的手 跟了过去 此时的宁荣荣 可一点也不觉得 奥斯卡握住自己的手 是在占便宜 抓着他的手 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弗兰德无奈地摇了摇头 奥斯卡这小子 居然这么有勇气 二龙也真是的 这么多年了 他的老毛病 却是愈演愈烈 一边说着 他的目光 飘落在大师身上 闪烁着责怪的光芒 大师没有与弗兰德目光相对 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会讲的 我会想要看你 你多看你 我会想要看你 我会想要看你